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又到了属灵心堂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 永生的活水 耶稣基督对来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夫人说 我所吃的水 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直到永生 生病是想要传达我们什么信息呢 是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还是它要我们学习更认真谨慎的生活 而不要让外界的事物支配自己 吹逼自己 当苦难进到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才尽觉 原来幸福 美满 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即便是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中 认真的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中 认真地去体验它 认识它 认识它 了解它 是要改变自己的生命中 永恒 永恒的生命中 而面对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未必要放弃一切 我们未必要放弃一切 反而可以开始体验生命中 开始仔细地探生命中 开始仔细地探远生命中 永恒 永恒的生命中 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个 愿意接受他 永生活水的人 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